重點就開始講有關怎麼樣自己寫VBA的層次 VBA的環境特別注意 你可能要額外開啟開發人員那個標 跟聚集是在一起的 跟聚集最大的不一樣 聚集是用錄製的 是有自己幫你寫出來 VBA的話是自己要寫 那怎麼樣寫上禮拜有講過 第一個你要先 開個模組 在模組裡面寫一個SUB 那SUB有什麼名稱 比如手機底線公式 它會自己產生瓜糊跟 那你再自己寫 那寫的話你要指定哪個儲存格 你要輸入什麼公式 OK 那我們就是先寫一個輸出 然後 一個OK之後的話再寫一個4回圈 那還有一點比較重要就是那個公式如果要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話 你要確定公式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這邊有個規則一定要記 就是你要把一個雙引號要變兩個雙引號 不然的話 VBA他 不知道這個 你的公司 公司的雙引號呢 還是VBA的 因為這個雙引號 VBA已經用掉了 所以 假設有重複 公式裡面有雙引號 你要記得有這個規則 然後再加一個4回圈 4回圈的話就跟他講說 我要在哪個範圍 哪一列 基本上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幫我輸出 公式 然後 再加上 清除 大概上禮拜 那另外呢 我們就講了一個範例 這個刮鬍 擷取刮鬍中 自串 這個範例 那你們打開這個範例 理論上 B2到 B10 這個已經有答案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之所以會先把答案 放在這上面主要是讓大家知道 會需要用三個函數 第一個是Find 第二個是Mid 第三個是IfL OK 那他各自的 作用就是說 Find的話 是 顧名思義 尋找 尋找 因為我要找刮鬍 OK 所以我在找前刮鬍的位置 跟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Find 他的主要作用是 你跟他講說你要找 什麼樣的 哪個字 比如說你要找前刮鬍 那他 如果用Find的話 他會告訴你 他找到了 會在第三個字的位置 那這個應該是第九個字 所以他如果說你找前刮鬍會得到三 如果你找後刮鬍會得到九 但如果你找這個的話 這個沒有 那如果沒有刮鬍的話 他就會產生錯誤 OK 請開頭就錯誤了 OK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 透過Find Find如果知道位置之後 那再結合Mid Mid前面也用過 哪一個字 開頭 然後要取幾個字 哪一個字開頭 那就3加1 第四個字 從D開始 那要幾個字 就是 9減3 為什麼9減3 因為前刮鬍 後刮鬍的位置 是9 前刮鬍位置是3 9減要6 可是問題還少一個 為什麼 因為其實應該是9減4才對 OK 那為什麼9減 因為我們用Find的話 只能找錢掛 我不知道第一個字 是哪一個字 所以 再怎麼樣 再多減1就好了 那不就5個字了 那我就知道 把這5個字 幫我放在這邊 就OK了 如果說產生錯誤怎麼辦呢 可以用Effect 沒有過濾掉 所以 特別注意 第一個 請各位 後面我們練習 三個部分 就是函數 聚齊VBA 所以請各位 自行在複製吧 把D工作表 成一個的話 那你把它複製成三個 第一個函數 請各位先把 B2到 B10先Delete掉 這可能給各位參考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從頭來看 那第一個用Find 那Find怎麼Find 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 現在 我建議是在 B3儲存格練習 因為B3這邊有刮弧 B2的話 這邊沒有刮弧 那沒有刮弧 會發生錯誤 所以 理論上 就先找那個有刮弧的 那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們就找那個什麼 文字 文字裡面的話 用那個 Find函數這邊就有了 所以Find函數呢 你可以在文字類的函數裡面 找到Find這個函數 那底下有說明啦 反正它 其實蠻容易理解 就是在哪一個出生格裡面找哪一個 哪一個 就是你要找的那個文字 那個字圓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問你說你要找什麼樣的字圓 Find text 當然你可以一個字也可以多個字 那我要找錢瓜糊 那within的話 是 它是在哪一個出生格裡面 在這個出生格 你跟他講 在這個出生格裡面 你幫我找找看 那start number的話 就是從哪一個字開始 如果空白就從頭啦 所以我們從頭 這空白 OK 那你會 結果是得到3 OK 當然啦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設改成什麼 改成後瓜糊的話 它會是得到9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9 所以呢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其實就足夠我們去把資料給取出來了 所以Find函數 將來很 很長 會跟那個 有一個叫me的函數 做搭配 有沒有 因為大部分都會取 那個 某一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某一段 資料 這還蠻長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的資料其實是 那個儲存格裡面或那一段文字裡面的某 幾個字 那它有一定的規則 比如說是刮鬍啦 或者是說某一個規律 有一個規律的話 我們就取 取到前面的字跟它後面的字 那中間的字就可以取得出來 所以Find這個 跟me的蠻好搭配的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啦 其實事情還是做得出來 就是說你要土法煉鋼 像這個我相信應該 職場上應該很多人 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就點兩下嘛 選取 Ctrl C Ctrl B C 倒也OK 因為只有9個儲存格 你應該 就蠻快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 九百個啦 九千九萬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土法煉鋼了 OK 那理論上現在的資料只會 越來越大啦 OK 所以理論上當然我們就不要去想土法煉鋼 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喔 先Find按確定 好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先用前掛號好了 其實前掛號後掛號大概就 自己列一下 OK 好那接下來第二步就是把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MID 因為我就是要取的喔 所以找到了之後的話 第二步 那我就是用MID 去取什麼 取這個文字 所以Test 這個文字A3 第幾個字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第3個字 不對啊 3就包含錢瓜阿虎嘛 所以加1 從D D這個字開始 那幾個字 那你說老實說輸入5就OK啦 5沒錯 可是問題你這個地方5OK 但是底下就是4就是3 那就不OK了 有沒有 LUMBER CHART是幾個字 所以呢 為了要讓那個字數是正確的 那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吧 你可以再把公式貼一次 不過貼上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前瓜阿虎改成後瓜阿虎 為什麼 因為後瓜阿虎位置是9嘛 然後你只要再減掉什麼呢 前瓜阿虎的位置 OK再貼一次 再貼一次還是前瓜阿虎 那就是6 6個字不對啊 多一個字 那再減1 OK 那你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要多減1啦 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因為你是 扣掉的是前瓜阿虎的位置 可是實際上這個字是從第4個字開始 有沒有 所以你 會變成說 會 多算的一個字了 那怎麼辦 就是把它扣掉啦 OK 不過有時候啦 如果你實在沒辦法理解啦 你可以看到下面不就有結果 多一個字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剪掉就好了 如果你不想要想那麼多的話 理論上應該結果也會是正確的 好 那這樣OK之後的話呢 你按確定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OK 然後你也可以上上 向上填滿是按住不要放往上填滿 OK 可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有瓜阿虎的話呢 那它就正常 可是沒有瓜阿虎它會出現這個 訊息什麼訊息呢 就是請字號開頭的 有沒有 請字號開頭 反正你只要請字號開頭 意思就錯誤的意思啦 常會看到請 Value就是說 你有錯誤喔 那錯誤原因它很簡單告訴你 Value 你給我的資料是錯誤的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嘛 你不是要叫我找錢刮符這個東西嗎 可是為什麼你給我的資料裡面 卻沒有錢刮符呢 它大概意思是這樣的 有點像機器的反應 OK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以後你會常看到 請開頭像什麼 請NA N寫線A 那是not available 真的啦 蠻多的 將來會常出現 可是喔 其實理論上這個東西 它並不影響說 這個最後 的結果啦 其實你說 這樣也OK啊 我們已經把那個 瓜糊都拿出來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啦 看到這個東西 一直出現在這裡 就會覺得 很討厭 有沒有 像我的個性 我覺得 這東西我一定要把它去掉 但你想要怎麼把它去掉呢 你說喔 老師我知道喔 我把它按delete掉不就好了 對也可以 可是你要幾個delete 兩個 三個 三個 三個倒也OK啦 可是未來如果有三千三百個 三萬個 你慢慢delete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呢 你不想要慢慢delete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要再想到 另外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 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幫你過濾掉 這些錯誤訊息 那個函數就是 Effail OK所以以後啦 反正你只要看到 你出現這些錯誤訊息 你假如不想讓它出現的話 那最後很簡單 一樣的方法 請你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後面這一串 很簡單 剪下來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Effail 過濾掉 就OK了 所以其實Effail 它就很單純 就是過濾掉 有些錯誤訊息啦 OK 那這個其實 不會用 也不至於 會用當然是更好 OK剪下 然後把它 再貼到邏輯 因為是要判斷 所以它放在邏輯 裡面就有Effail這個 OK 它其實是 Effail兩個 函數 的結合體啦 OK 所以你就是 這個按確定 然後把公式先貼到 Value裡面 讓它判斷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發生錯誤 那如果 是錯誤的話呢 它底下會出現 Value 如果 有錯誤怎麼辦 上次有錯誤 那請你幫我把錯誤刪掉 刪掉的話 其實跟 VBA那個很像 有沒有 怎麼清除資料呢 加什麼呢 兩個雙引號就清除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 不要讓它輸入任何資料的話 記得不是空白 因為同學說空白你按確定好像也不會 那記得呢 就是把資料清掉的話就兩個雙引號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它向下填滿 如果是沒有錯誤的話 它不會影響 可是如果有錯誤的資料呢 它就會 會把錯誤訊息給 過濾掉了 OK 當然這個地方 就是井上天花 我發現其實 我之前教過了 就是在業界上班的學生 其實 好像他們 資料好像都有一些錯 但是他們不知道 Evail 所以它變 到處都有一些 那個 警字號的東西 那我自己看起來 我覺得很 不舒服 我覺得你這樣 不夠專業 OK 所以 最後記得 再把公式剪下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Evail裡面 然後呢 把它用那個清除的方式過濾掉 OK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 得到的最後答案就這樣了 所以 第一個步驟的話 就是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公式 把它完成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或者點兩下向下填滿 那這個部分全部OK OK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來完成什麼 聚齊 跟VBA 那其實到底 有點複習的味道 聚齊是什麼 反正我要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按下去 自動完成 一個按鈕是清除 然後呢 VBA其實也一樣 只是一個是錄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